從譜水喉英國英文怎麼說呢? 想做假天花呢? 怎麼說呢? 招地板怎麼說呢? 就是圓關 英文怎麼說呢? Hello 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Pure Living 很多人都知道 我們是專注在英國物業方面 除了幫客人去看樓買樓 其中我們另外一個服務 就是關於裝修 我們都會有幫客人 如果在我們公司附近 即劍橋的周邊 都可以做一些 project management 關於裝修的話 我也知道很多觀眾 可能都會想自己去處理一些裝修的問題 但是來到英國 可能又會有一些語言上的問題 或者是有些裝修的terms 這樣不懂得說 所以今集我翻譯了一些 我們在裝修界常用的術語 尤其是在香港說一些terms 究竟英文怎麼說呢? 今集我做了一個簡單的translation 可以方便給大家參考一下 開始說之前 我會跟大家說一下 大概的structure 其實這條影片我會分成大約 由最開始裝修 最開始要做的東西 然後比較大的項目會先 然後去到一些比較細微的位置 最後就會有一些關於家具 或者一些實際的accessory 第一樣就是清拆 我們怎樣在英國的英文怎麼說清拆 我會叫一個rippout rippout 可能是一個比較大型的清拆 會是完全清走現有的東西 我們就會稱為這個叫rippout 如果你買了一間屋比較舊 或者是內部裝修的安全起見 可能會是做一個拉線的動作 在英國我們拉線就會叫做rewire re wiring 跟re wiring很相似就是重鋪水喉 重鋪水喉 英國英文怎麼說呢? 就叫re plumbing re plumbing re plumbing 這個跟re wiring的structure都很相似 其實簡單 一些一般的裝修師傅或裝修公司 他們都會明白 之後就去到長生 長生 香港我們很多時候做一些批檔和扇灰 批檔就是plastering plastering 而扇灰 我們叫做skimming skimming 可以留意 可能在香港很多裝修師傅都會是一腳踢 無論是木工 做電 做水 木 他們差不多全部都可以自己做 但在英國可能會是專門一個人或一隊人做每一部份 所以有些人會認為 英國的裝修師傅 可能他們做事會比較慢 相比香港的師傅 這個的而且會有這種情況出現 原因就是我剛才的意思 因為他們有專門的人士 負責一部份的工作 下一個就是 明喉和暗喉 如果你是鋪電線 明喉可以叫做open wiring 暗喉就是concealed wiring 如果你需要額外 可能是後家一些名喉 想遮蓋的位置 你可以去一些homeware hardware store 那條膠管就叫trunking trunking 我知道很多香港人都會喜歡做假天花 可能是美觀的問題 香港的樓底相對較高 所以有時都可以做假天花 但在英國就比較少 如果你的房子是樓底夠高 而你想做假天花 那怎麼說呢 就叫一個suspended ceiling 回到牆身 如果你想鋪一些階磚 其實無論是牆身或地下都好 鋪街磚就叫Tiling Tiling 那之前Jason也有說過 有時在英國的浴室 就未必是他鋪磚在牆身 就未必去到天花板那麼高 那視乎可能是budget問題 有時他只是鋪幾格 可能是升盤鏡的高度 那些我們叫Splashback Tiling 或者是Half Tiling 去到一半 如果你要Fully Tiling 就是去到頂 我們就叫Fully Tiling 那講完長身 我們就一直向下 就是講到地腳 地腳線 那這些我們叫Wool Skirtings Wool Skirtings 留意一下 有時一些名猴 他們都可以藏在Wool Skirting裡面 所以如果你想相對較經濟實惠的做法 而不影響美觀 你都可以跟裝修師傅說 做Wool Skirting with Concealed Wireing 另外一個香港比較常見的裝修師傅就是一些地台 那由於香港地方比較小 可能都會想用盡一些空間 用來做儲物的 那我不知道英國會不會有這些問題 但如果你想做一個地台 我們這個就會叫做Raced Platform Raced Platform 一些很普遍的鋪地下 可能會有地毯 或是Carpet 另外可能是一些膠地板 那些膠地板怎麼說呢 就叫做Vinyl Flooring Vinyl Flooring 好了 那講完一些裝修的項目 就會講一些在家裡範圍的位置 我們香港一進門口 這個位置叫圓關 那英文怎麼說呢 那如果在大門 一進大門這個位置 就叫Hoo Way Hoo Way 那通常在Hoo Way這樣走進去 可能有一條走廊 這個就叫Corridor Corridor 由於英國的屋 很多都會有地下層和樓上 樓上其實上到樓梯的位置 但是未進入睡房 浴室 那那個位置 我不知道中文會不會叫圓關 但英文那個位置 我們就叫Landing Landing 上到去可能在睡房 尤其是主人房 有時有個露台 這個位置就叫Balcony Balcony 那再上一點呢 如果你的屋上的屋頂是改裝了 那個位置我們就會稱為Loft 或者Attic Loft 或Attic 那在Loft 或者Attic 裡面 那個三 即是旁邊的三角位 那我們有時可能是有一個小門 在旁邊 用來做一些儲物空間 那那個位置我們就叫Eaves Eaves 好啦 那講完屋的不同位置呢 就講家屍了 那我知道很多人都會喜歡做一些訂造家屍 那訂造家屍又怎麼說呢 就叫Custom Made Furniture Custom Made Furniture 那入場櫃另外又是怎麼說呢 那入場櫃呢 我們就會叫Fitted Wardrobe Fitted Wardrobe 那如果你不想買入場櫃的一個普通櫃可以移開呢 我們這個就叫Freet Standing Wardrobe Freet Standing Wardrobe 那有時如果一些屋住久了 或者是個上一手的屋主 他沒有打理得好 那可能是一個樓梯的扶手 都會是比較殘舊 或者需要去整理的 那跟裝修師傅怎麼說呢 這個扶手呢 我們叫Hand Rail Hand Rail Hand Rail 通常是斜的 就是由地上去到一樓 這個叫Hand Rail 那你上到一樓 都會有一個是比較平的Hand Rail 那那個呢 他們又不是叫Hand Rail 那個就叫Banister Banister 那相信很多人來到都會多雜物 都需要一些櫃去做一個儲物的用途 那如果想加一些層板 層板又怎麼說呢 層板就是shelf board shelf board 而吊櫃呢 我們就會叫Wool Cabinets Wool Cabinets 吊櫃就是Wool Cabinets 那有沒有想過吊燈是怎麼說呢 吊燈呢 我們叫Pendant Lighting Pendant Lighting 而今集最後一個呢 就是這個插槽位 插槽位我們就叫Wool Sockets Wool Sockets 那今集其實都是一些很簡單 和很常用的Terms 那如果大家有任何的Edition 可能我自己講漏了 或者你覺得其他觀眾都會覺得有用的Terms 都歡迎在下面留言 分享給大家 那如果大家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給我們一個Like 記得按下個鐘仔 Share這條影片出去 下集再見 拜拜 尤其是 估計你 沒有更多的一段影片 我們是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會找到 我們會不會有關於